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种了一些辣椒、茄子、黄瓜之类的瓜果菜 我之前发酵好的油饼又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又去买了一些油饼回来 准备发酵在那备用 我是到我们当地的炸油坊去买的 是一块五一斤 油饼是这样 中黄色的 而且真的是饼 非常干燥的 使劲一捏的话,它很容易碎掉的 之前有朋友说买到的油饼 是绿色的黏乎乎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们这里的油饼 就是这样的 发酵油饼准备的东西就是老三样 凉水、开水 还有这个干酵母粉 做包子馒头用的那种 安芹干酵母粉 这个是开水 先把开水兑一点到凉水里面去 把这个水兑成温水 大概是三十多度 完全不烫熟的样子 因为三十多度的话 是比较有利于酵母发酵的 然后就往里面加入 把酵母粉 酵母粉的量可以稍微多一点 再把酵母粉给刮开 酵母的用量 我没有很精确的 我都是大概放一点就可以了 放上酵母粉之后 中分的把它给搅拌 刮开 现在把这个油饼给搓一搓 这个油饼是非常容易弄散的 水尖一搓的话 它就散开了 这一部分呢 我就单独只发酵油饼 还是用以前的方法 就是直接加酵母水 其他的什么也不加 用这个酵母水来调节油饼的干湿度 这个加水的话就要少量多次的加 一点加一点搅拌 看着比较干的话 就再加一点 单独只用油饼发酵 也是用这个酵母水 把干湿度调整到这种 捏手能成团 轻轻一搬能散开的这个状态 就可以把它装起来密封发酵 加豆渣和不加豆渣的 两种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种单独发酵油饼的话 我已经是发酵了很多很多次了 这种方法完全不会发臭 那种加入豆渣的 我还是第一次做 之后的结果我会跟大家分享 两种方法同一天发酵 看看哪种会更好 油饼的肥酵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富含大量的蛋铃钾 比较适合用于结果类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花卉 稍微给它留一点点空间 让它自动排气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每天再去打开袋子排气 放在那就可以不用管了 如果你酸的死死的 它发酵之后里面产生气体 就会把这个盖子装着鼓鼓的 即便是上面加了盖子 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这个桶密封不太好 它自己会漏气 拌好的油饼可以把它放在室内 也可以放在室外发酵 放在室外只要雨水跑不进去就可以 如果想要发酵的快速一点 可以把它放在室外 太阳能够晒到的地方 这样发酵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发酵的时间 因为各地的温度不同 大概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 只要打开闻到的是酸酸的酒糟味 就代表发酵成功了 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的方法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我经常都会在种植的时候 或者是追肥的时候 使用这个菜籽饼